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FB Twitch跟Bilibili 今天在天地节官方的微信有发布一则消息 天地有气仙剑问擒 天地节悠辰再临 联动仙剑奇小传 8月4号一起仗剑江湖 那在今天先示出的是李逍遥天赋的技能 那还有他的影片介绍 太帅了 看完这个技能PB之后 真的该还原的都有还原到了 然后在这一个封面啊 CG图 李逍遥看起来的是哪一把木剑 然后在PB的影片里面呢 跟技能展示里面呢 拿的应该是七星剑 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七星剑 然后再来就是拜月教主也会出现 所以我猜阿努应该也会出现才对 我个人是蛮期待 四张老也会出现的说 如果有四张老的话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李逍遥 狮子 侠客 属性 回光 天赋 仗剑逍遥 那在 在 二三格 内存在有方的时候呢 物理攻击提高80 12 15% 回合开始时自身气血大于80% 80%的话 可以获得最先万月步的状态 持续 持续 一回合 移动一加一可以跨越障碍 主动补攻 普A的话触发连击 造成0.3倍 然后至最高0.4倍的伤害 不可虚散 然后他最先万月步把他 绑在天赋里面 那在原住中的最先万月步 是可以 攻击两次 以前我们打的方法都是天刚战器 加最先万月步 然后他这边是触发连击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这边有策划 策划说 这边策划说是补充说明的意思 好 那意思是说 大于80%的血量 可以同时拥有轻弓跟移动力 那普通攻击一定是连击 必定连击 那在高血量的状态下 李小悠的走位跟速速都有很高的灵活性 但就是你要先确保你的血量是大于80% 好 再来 我们最常见的第一招 遇见速 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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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这个牙的声音吗 好 攻击三个敌人造成1.4倍的伤害 对战后为三格范围内 汽血最低的一名有方 恢复汽血 哦 他竟然可以帮忙补血的效果 這個預劍術比原作的預劍術帥太多了 不過我蠻喜歡他的那個 劍的音效會做的很好 希望做好一點 帥 真帝 而且李蝦我是用送的喔 好 兩個距離的對戰技齁 這跟無方飛劍一樣是兩個 他這邊怎麼沒有寫兩個 這邊才有寫喔 這邊有寫嗎 這邊只有寫攻擊當個低了 沒有說距離 這邊有寫兩個 就跟無方飛劍一樣齁 那他戰鬥可以回血齁 幫隊友回血啦 這招還不錯 再來是一個預劍飛刺 這個就是 我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 手遊家的啦 那你說要跟原作有相關的 應該就只有 逍遙神劍了吧 我覺得逍遙神劍沒有做出來有點可惜 好 這個是玉劍向前穿石攻擊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造成0.4倍的傷害齁 玉劍開始可以攜帶70點周圍一圈的兩名友方 好酷喔 好酷喔 真的很酷欸 那他剛好在林格跟 跟月如 好酷好酷 這招蠻有特色的 把隊友一起帶過去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再帶風鈴聲的話 就可以再使用那個 順煞神移 再行動一次 還不錯 好 再來是劍神齁 劍神應該是大招了吧 55等大招 好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1.7倍的傷害 對戰前 使自身的4個有害狀態 變為隨機的友誼狀態齁 好 那 對戰後可以回風自身氣血 好 一樣是消耗氣力點齁 可以釋放 技能 每次技能可以獲得1.7點 OK 就是55等大招 這個劍神我也做得 我覺得做得非常棒 帥 喔這個劍神 喔不是講錯了 是劍神 我一直講劍神 這個劍神的老頭樣子齁 真的像原作的仙間 原作仙間的劍神 我覺得原作的劍神都只能看到他側連 好 主要是這個戰前自身的有害狀態齁 可以轉回友誼 那這樣打暗創的話應該會蠻好打的 OK 好 再來一招 天劍 對範圍內的所有力能造成0.5倍的傷害 OK 這招是範圍技了 並對兩個 內的友方施加幾億 1的狀態 持續兩回合 喔 有了他有還原啊 你看 有了他有還原 他有還原 我有空再把他撿一下 好 大範圍的AOE的技能傷害齁 先偷 對戰前 直接偷兩個友誼狀態齁 好酷 以前是偷東西 現在所有改成偷狀態 蠻合理的 好 這是PVP上的被動技能 可以削弱敵方的同時 並同時強化自己 好 再來天罡葬氣齁 這是一定要有的 主動攻擊後 對 這也是被動喔 對三格內的友方施加神銳 那神銳是物攻法攻加20% 欸蠻 換一下喔 好 然後策劃說 這邊是 會為大 觸發後為大範圍內 友方提供高覆蓋的神銳狀態齁 同時主動攻擊就可以觸發 不用佔行動次數 我記得這個 我看一下喔 對三格內 OK 哇 欸這蠻不批的 如果打劇情的話 我應該會帶這一招啦 直接加攻擊 間隔一回合觸發一次 然後再來是戰陣 罪夢紅塵陣 咒絲御風齁 那咒絲就是 靈兒啦 御風就是靈月魯 所以 感覺就是先綁定了 靈兒跟月魯 那當然 其他的咒絲御風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 嗯 這個搭配 我覺得蠻 蠻實用的 因為 大部分的人配置啊 嗯 像我現在的陣罰 就是 就 我現在都是用劍品跟千鏽的 然後他都綁火系的 火屬性角色 而且要綁鐵衛 那 我覺得他綁兩個不同職業 對我來說蠻好 蠻好使用的 對我目前的陣容啦 那這個基本的 就 基本的 基本的 物攻物防法攻法防提高15% 好 看一下 這邊就 不用特別講了 這邊有建議的技能組合啦 技能組合 御劍飛刺 天狂戰器跟飛龍探獄手 但是 這個 我應該在 因為我只有打主線劇情 所以這個我應該是不會 不會特別這樣子用 我飛龍探獄手應該不會裝 吹角 月劍術 劍神 或者是天劍 天狂戰器跟吹角 羅鬼跟荒者 OK 嗯 蠻理所當然的兩套魂石 好 那今天的 內容是這樣子啊 我們除了看到 以消耳技能介紹之外呢 還可以看到 看到拜月教授的模組啊 哈哈哈哈 這個水魔獸怎麼感覺有點像蛇啊 不對 水魔獸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蛇 是嗎 本來就很像蛇啊 不是本來就是蛇 不是本來就是蛇 不太確定水魔獸是什麼 什麼動物 去做的 嗯 什麼動物去畫的 天啊 快哭了 呵呵 水魔獸合體 好啦 那今天這 今天這集影片就是介紹 李逍遥的技能喔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Bilibili 感謝各位 親親的收看 拜拜